一會兒做 一會兒來 開始了 Hello 今天是玩具TV 第七季 第七季了 沒錯 今天我有一個新造型 為什麼呢 完全是就我隔壁 這位新進的高大英俊 像韓星的本地設計師 不過最近在台灣 我先說個笑話 可以嗎 可以 先介紹Killa Killa Jam 師傅很出名 那個師傅 他也出名 我那個笑話 最近我換了一個PROVAL的照片 就是換了這幅 拍照可以嗎 其實我真的不是打算裝模作樣 我是打算幫朋友宣傳一下眼鏡 誰知道 那兩天就有8個UNLIKE 一出這幅照片就UNLIKE 那 好棒 講完笑話 好 我們講完正題了 今天一個節目 這個不笑也沒有人笑 好笑 好笑 正 好 那我正經一下脫光眼鏡 這個眼鏡也是借回來的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是叫什麼 死火 我們叫這個節目叫什麼 是 這次我們上來 Killa上來就是為了書展 一本書 書裡面當然有公仔 是講完句的 不如你自己講我的名字 你怎麼也不夠我熟 我怎麼也不夠你熟 好 我這本書叫做 Art Toy Story Art Toy Story 這次是 其實之前 去年12月 我應該出了上集 這次的書展 就開始推出下集 那上集應該是這本吧 藍色 藍色這本 這本 這本我記得剛剛出的時候 好像都差不多一數而空了 對 可能學大家都很喜歡 Candy的作品 也是其中一個人 難得呢 難得你可以答答題 其實這本書應該出到第二期 第二個 就是下集 下集 其實上一集有沒有參與做編輯的過程 其實上下集也是 有份的 因為我的帖子就是做策劃 我和Candy 和How to的Howard 一起做策劃 作者就是一個叫Lisa 哦 就是書的作品 對 它是一個 就是負責裡面的文章 對 它是讀文化系 還有它是做一些 編輯 就是以前做雜誌編輯 之類的工作 對 那我們也看到 好像這個很有趣 這個 但是這個是Part 1的據聞 對 我才知道是Part 1 是不是已經賣斷了 不是Part 1應該是書展 還有 還有 小量 但是那些公仔的顏色 是每本書跟一個公仔 對 對 加一個 就是要儲齊 要5個 要5個 5個顏色還是3個顏色 好像有 3個 結檔 3 好像出了4、5個 好像 但我不知道市面上 因為他們賣3個顏色 好像是Random 對 就是看不到 可能 應該看到的 但是不知道哪間有什麼 哦 就是儲齊色 就好像以前去 書布灘 去找齊 不過現在主要就是 主要是哪裡可以買呢 那這本書 這本書 現在 如果上集書展 和三聯 那些書店 都會可以買的 哦 那 是不是一樣 就是書展賣的版本 都是會跟回一個公仔 的 書展現在 都是跟回一個公仔 哦 那這兩隻是什麼公仔 如果上集 其實就是 Candy 這個Money 的一個 拉長 可以變形了 這樣 我告訴你一聲 你師叔來了 你正經一點 做節目 威哥 你看看正經一點 知道嗎 威哥 你反過來叫他靜一點 哦 對待一些 對待長輩 對待長輩 輕鬆一點 那我們說一下威哥的壞事 是啊 好 我們現在就發了 威哥沒有唱歌 唱歌最好聽 霸佔著咪咪 對 個人的唱會 那說回這個 那我 說回那個公仔 是說什麼的 這個是你師傅的 對 我們上集 就會出這隻 隨機可能會有不同的 一隻 那現在下集 很熱 很多人 哈哈 那就是走了 不是 好 那我們說下集 好 上集 Candy的Money 很快壓力 很大壓力 對 下集其實就是 這次暫時出現的 就是在會展 書展裡面的 辣布布 這個金粉版 黃家昇的辣布布 對 黃家昇的辣布布 也是傳承之前的系列 那個玩法 也是出去拉長了 其實你看到他會覺得 很奇怪的 好像一隻變形的 一隻公仔 你這麼大膽 你師傅也很奇怪 Candy 這隻叫做 ASPE 魔裏 就是這個 就是他那個 技術太空的魔裏 對 就是他覺得 拉長了可能 有點真空的狀態 對 就是那個很奇異的感覺 失寵狀態 那這隻呢就是 黑霸布布 這隻就是 會展現在時候的 會展的特別版 這個顏色 會展的特別版 對 金粉色 只是會展才有 不 只是書展才有 書展剛剛開始了第二天 對 你有沒有去書展幫手 有啊 你要簽名 沒有 為什麼沒有人簽名 可以簽到首員 沒有 其實現在書展最好的地方 就是 兩本書都有 八折 20% 但是原價是四百多 現在這本好像是五百多元 但是他現在是五百多元 特別版 特別版 不過這樣 我 就是 因為我自己之前 都有一個想法 我投領的 威娃當然是吸引 但是我覺得威娃 就是主要 大家更加重視 就是這本書 是書 大家很好奇 你這本叫 Art Toy Story 那書的內容究竟主要 會是 剛才我選了 那一段是 上 上 我們數一下 我們數一下 但是不要緊 你講一講書 我可能講一點 為什麼會做 其實這本書最主要就是 我們說回 以前我們早期 我們會叫這件事 1998年開始 可能Michael 鐵人兄弟 Arizo 以前會開始做 一個 發起了一本 設計師玩具的東西 是 這件事是 令到香港 玩具設計師的名字 去到外國 大家都很知道 你一會兒出了嗎 那一會兒出了 那一會兒出了 其實那時候很仰慕 他們 很小的嬰兒先生 很威風 很威風 很明顯 很虛勵 一個其中一會兒 一個很像聖人 師伯師叔 但是到現在 我們開始叫他 有人會開始稱呼他 為藝術玩具 但是其實我遇到一個情況下 我才發現 想做這本書 就是 我一次去參加一個比賽 在這個比賽 要介紹我自己 去做什麼 給評審 但是評審 其實是來自 譬如他是建築界 他是平面設計界 很厲害的人 時裝設計師 是 但是 我不知道怎麼 做玩具 我不知道怎麼推介他們 我不知道怎麼介紹 我是做藝術玩具 但是有不同的玩具 其實有些不同的玩具 是 貴一點 我就覺得 可能我們需要把這件事 告訴更加多 普通大眾的人 認識 究竟這件事是 什麼 我覺得在我們圈子裡面 可以理會 可以我們 聽眾 很清楚這些是什麼 但是其實 如果 現在普通的市民 可能 認知 所謂 講歷史 對 講歷史 講歷史 就是什麼 那PART2呢 PART2呢 就是講 究竟是 新的藝術 有11位 當然其實 香港是超過這個數目的藝術 或者一些創作人 但是我們緝錄不完 那我們選了11位 其實選都是選不同的種類 可能有些做Asher的 有些做軟膠的 有些做Polystone的 然後我們還訪問了一些 亞洲區 日本 台灣 韓國 國內 大陸 就是不同地區的一些創作人 其實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你訪問不同地方的創作人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條問題就是 你覺得香港這類型的玩具設計師是怎樣 那他們通常會怎樣回答你呢 其實他們回答你 就是說 其實你在裡面找到不少人 他們都是說 我覺得 這種玩具 就是由香港發源的 這樣 這個要拍的 這個要拍的 超人玩具老闆 是啊 然後又有說 譬如 又會說 我是看了香港 鐵人兄弟就是影響了我很多 所以我開始去做玩具的 其中一個影響了我的人 或者我看到Michael 才開始懂得這些 其實現在 這些就算在亞洲區很出名的設計師 他們都很知道香港玩具設計師的價值 是 我希望這件事情 都可以在本書裡傳達到 給香港的人知道 這件事情 我們沒理由外面的 我們可以做到很受歡迎 其實現在很多設計師在國內或者台灣都很出名 但是相反 香港就沒有那麼為人熟悉 所以我們這本書是找了三聯出版 希望三聯的渠道比較大眾化 就會多一些普通的人可以接觸到 我看你這本書的字質 都很特別 這些是什麼字 他應該用了一些灰卡做 其實三聯他很希望做到一本 很有份量的 文件性的 像文件性的 就是他希望一些 文青少許 像白皮書一樣 白皮書 當然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這本書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歷史 或者未來究竟現在的發展動向是怎樣的 是一種玩具的 我覺得很適合看這本書 其實以我來理解 我已經認識你幾年了 一認識你就知道你是設計師 對 最近你好像是台灣的發展 是發展還是在那裡 因為那裡的環境適合你創作 對 剛才我不是提過我會參加獎比賽 那時候我就是拿了一個獎 最後也拿了一個獎 就是送你過台灣的 對 他就給了一年的贊助我 那我就去了半年日本 然後現在正在去台灣 其實我也是去體驗 就是我去了日本 譬如我去了一間畫廊 去實習 去看看究竟他們那些藝術家 或者創作者是怎樣做他們的事情 譬如我去了日本 嘗試 他那裡有很多資源 我嘗試在那裡做木雕藝術 那希望也是趁年輕體驗多一些不同的事情 然後可以帶到一些新思維 那你覺得現在有沒有一些成果出現呢 成果 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還是覺得 接下來你自己有沒有什麼藝術品展 暫時沒有 但我之前做就是 其實因為我創作年頭的時候 做了一個燈的展 展覽香港城 那就是 現在我做完展覽 基本上就是在那裡醞釀 正在存在一些東西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很創新的事情 其實你挺率盛的 對 還沒有什麼 但其實這本書 我覺得在過程裡面 會不會啟發到你更多呢 就是對於從事設計 或者是玩具的設計 你會不會 因為過程你看了很多東西 認識了很多人 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會不會對於一些啟發呢 就是第一天 我知道我敢走這條路 我可以超越它 超越它 我覺得其實這本書 我覺得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感動的位置 就是 這位作者 其實為什麼這本書 不是我們三個策劃的人寫 而是另外一個 其實它不是一個玩具界的人 我們就希望它 用一個中立的角度去寫一本 玩具界 因為我們一定有自己的喜好 改自己 但是它寫完這本書之後 我們其實發現 我們在講藝術玩具這件事情 但是究竟藝術玩具是什麼 是沒有定義的 無論是問求其家一個人 他有自己的答法 問一個專業的人 他有一個答法 問收藏的人 他有一個答法 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 那是不是不需要存在這個字 但是它最後的結論 是會覺得是需要存在 因為這件事原來是 一開始有一些人 他是做了一些 他自己覺得很有趣 很有趣的事情 而發生了一個行業 那大家是很喜歡 那它其實是 這本書是教了我們 要相信自己的一個價值觀 究竟自己 要做些什麼 不用別人教 你去做自己的事情 就會有人欣賞 我們的玩具界 就是有很多人 做自己不同多元的事情 那就引辱了一個很多元 很多有趣事發生的界別 那聽你這麼說這本書 就是除了講這個壓胎之外 其實都講了一些比較哲理性的事情 哲理沒有 我自己看 其實因為每個 深度一點 每個受訪者都講一些很有深度的事情 對 你可以發現 玩玩具或者創作玩具的人 原來很有深度 你看完這本書 就是要看你的專項 對 看你的專項 不看威哥就知道 挺有深度 威哥的專項 哇 真是挺有型的 吃飯不用付錢的 其實這個過程 一來學到一些事情 二來其實 就是 你又怎麼看 出完這本書 你怎麼看將來香港是送來的發展 就是你出了這本書 其實當然是有些使命的 當然是推廣 還有讓更多人知道 Kendy 做這本書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副標題命名 他命名為《藝術玩具的未來世界》 下本 終於你講了名字 對 他選擇了這個名字 在下本 他就說 希望在這本書上面有列名的年輕藝術 這個玩具創作人 都可以 你們就是玩具界的未來 Kendy 說 那他希望大家 就想一下玩具藝術界究竟是怎麼發展 所以為什麼這本書就是這樣說 那我自己就覺得 玩具藝術 就是這種玩具 我覺得 現在其實在市場上的發展 或者它的市場價值是有的 大家都會搶購 或者會去買 去支持 去收藏這些作品 但我期望這個界別的未來 在文化上面都有發展 就是 我們去認識 譬如我們認識一幅名畫 《蒙羅來西美少》 除了你知道它可以賣到那些錢 之外 你還知道這幅畫 或者是有很多歷史價值 或者很多藝術價值 或者固執 即使它無論賣多少錢 你都會知道 它是代表人類的一種價值 我希望一胎也會是這樣 將來 我同感於你的 真的 因為我相信是的 因為 以前也是玩青花池 現在就是玩這些 不知不知道 物料不同了 物料不同了 模式不同了 難道我們還玩青花池 有可能嗎 現代人在玩現代的東西 就是玩拍空人 妖精 貴獸 貴獸 你看到這本書 上一集都很文青的 上一集也有 Kenny 也有明明的 Kenny 也很文青 是的 哇 藝術玩具發展的衝擊 這些完全是讀書 要走音來說 讀書的時候 那些題目 作文那些 真的要問問Kenny Kenny 的文化 修養是很好 很文青 你一看Kenny 彈頸的樣子 平時也不太說 你現在不太說 你不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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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有沒有補充 沒有 沒有 那書展在哪裡 書展三聯 很冷靜 書展三聯了 攤位就會有 很大的 對 會找到的了 那有八戰 三聯就會有20% 有沒有人簽名 沒有 沒有 直接找你 直接打給你 我拿著 玩具展裡面 有哪個創作人 在外面出現 這個也是 很好的 一本都簽齊了 這一本 海外粉絲一定有 沒有走雞 就是 拉直版 沒錯 可能很難 我先問問 咦 Kenny 看一看 再看一看 咦 就這樣 就拿了 好 謝謝Kenny 謝謝 拜拜 等一會 還沒按摩 其實我們剛才在這裡說 一直在做節目的時候 你聽到很多聲音 很多人在聊天 整個派對 今晚真的想不到 有這麼多朋友上來 拍一會 為什麼是什麼朋友呢 又是一群很值得 我們羨慕和尊重的 一群藝術家設計師 不是書展 就是下個星期的宣傳 就是 什麼鬼 香港動漫電玩節 2018 ACGHK 有個同行藝術家 玩具展 玩具展 簡稱 BOAT 最執事人還未到 不要緊 不要走開 有很多設計師來看 有很多設計師的 不知道有沒有限定版送 咦 有什麼 有沒有送的 沒有 送這本書 再加這隻 就是這個 是不是一本一本 沒有 一本 好慘 這就自己好了 好慘 先問三聯 都只有一本 文青 現在出書頁是很慘 你知道 一本一本很快 但是怎麼得到呢 你有沒有想法 沒有 你們想 可以想個問題 現在問還是一會兒問呢 現在問了 不是一會兒試試說 我們跳出來問 很難回答的 阿滴的樣子很勉強 那我們最厲害 就馬上想問題 好 誰交給你 想問 好 你弄鼓嗎 好 好 好 這本書叫什麼名字 上下集叫什麼名字 上下集 全名 連上副標題 連上副標題 很長的 中文字 副標題有九個字 九個字 連上主筆叫什麼 最快答到那個 最快答到那個 留言 名字 和副標題都要寫完 上下集都要寫完 你剛才不留心的 Sorry 讀書人 就有黃金屋 就是這樣說 黃金 好 等你們 一半就不過 一半 好 多謝你了 辛苦你了 拜拜 拜拜 死了 拜託